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公开10万令吉拨款给拉菲兹派系的领袖 为什么大家特别是媒体这么关注蓝眼的竞选 蓝眼的党选 它除了话题特别多之外 它是西蒙最大的党 同时也是国会最大的党 虽然蓝眼在党选期间出现很多的乱象 但它是马来西亚最民主的一个政党 一人一票来选领导生 比那些扩大投票比例的巫统 马华还要民主 因为在公正上 你只要是党员的话 你就能投票一人一票 不是什么选几人票 这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其实民主就是吵闹 特别是民主素养不成熟 不习惯民主作风的这些政党 跟他们的这些党员 那么对很多人来讲说 民主就意味着自由 那么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号 来进行他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如今已经是执政联盟最大的党蓝眼 对民主它其实并不陌生 但是当了政府之后 情况就真的是很不同的 因为你手头上掌握的资源 可以调动的资源 可以分配的资源很多 当然在这时候 也会有很多人自愿想要靠拢你 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好处 而党选则是让这些准备上位的人 一个最好的时机 所以这一场的党选 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了 所以我们常常不是有说一句话吗 兽田更开有人争 现在蓝眼很多人要去争 所以拉蒂花他今天是发表文告 他就对这个忘解 星期二到这个租络这件事情就指出 他说星期六呢 就是杀州的公正党的党选了 那忘解这样的做法呢 是让他感到质疑 而且是觉得不恰当的 他说猪涝的这个公正党的选举呢 现在是非常有忠意性的 那大马反贪会呢 现在正在调查 这个地区 为什么会突然激增了 一万三千名的党员 他说呢 猪涝区的国会议员呢 孙维轩 现在也正在接受反贪会的调查 所以他说呢 现在你到访猪涝 确实有很多的可疑 花点时间来谈一谈 孙维轩这个人 早前的孙维轩 他已经公开表示说 我是拉斐兹派系的这个人 而拉斐兹派系 后面的呢 就是安华跟这个忘解 那么忘解在这个时候呢 到沙州 并与孙维轩一起公开亮相 所以这一个场合呢 就被敌对的这个阵营 拍下来就说 你是不是有假攻即使的情况 那么其实在509大选之前呢 孙维轩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来竞选 他赢得了这个选举 当时他就跟西蒙有一个 不公开的这个鞋 就是你让我打一对一的方式 对垒这个国阵的人民党 所以他就在这种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呢 拿下朱老的这个国会议席 之后呢 他就加入了公正党 他呢 曾经也是国阵成员党的这个领袖 并曾经在沙拉越担任助理部长 而在那个时候呢 他被视为是沙州首席部长 戴盲目的其中一个爱将 其中一个情形 而孙维轩本身呢 也是来自政治世家 他的父亲孙志华 一度是朱老区的这个国会员 同时呢 他也被视为是安华家族的 亲密的好朋友 那拉提华就认为啊 旺杰呢 是利用他的一个政府的职位 还有政府的资源的到访朱了 他说 甚至呢 就是宣布10万令吉呢 给朱老修路 当时候呢 孙维轩呢 当时候也在现场 因为孙维轩呢 是这个朱老区部的候选人 以及中委 那么朱老呢 刚才有提到说 有一万三千名党员 是沙州最多党员的一个区部 那么该区可能会成为 公正党党选的造王者 所以各方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说到这里 你大概就明白 为什么拉提华会这么的不开心 那么我们撇开党选的因素不谈 政治人物 特别是有官职的政治领袖 应该要避免卷入这种 带着官职竞选 或者是带着官职助选的 这个事情 新政府 民众对政治人物 有很高的这个要求 除了有透明度之外呢 现在也要强调清廉 这是展现清廉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之前呢 在波德森补选的时候 那么竞选们就密切的监督 安华补选的一举一动 把它盯得非常的紧 让安华很不自在 比如说出席晚宴 那么安华其实是 有点无辜 为什么我不能出席晚宴呢 所以这一些呢 都告诉我们说 现在民众对政治人物的要求 已经提高了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 说的就是反弹会呢 现在要对前国家银行的总裁 莫哈莫一步拉新 转开调查 各位全家的总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